AMD退出RSR技术竟是自掘坟墓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44上 不少厂商都拿出了一些压箱底的东西进行展示 并且也发布了不少的新品 其中AMD的锐龙6000系列 英特尔的12代酷睿移动端及英伟达的移动端显卡 小A之前都已经有相关的文章 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与解析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这项技术是在AMD去年发布的FSR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融合了FSR技术的超强兼容性 同时直接植入到AMD的YDA显卡中 让玩家和开发商无需再进行额外的操作 即可直接在游戏中使用RSR技术 显然这项技术就是对抗英伟达Niss的下一步动作 对于还在使用老显卡的朋友来说 这个技术的到来固然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RSR技术的实用性效果到底如何 估计也是大家十分关心的事情 AMD的YDA Super Resolution 其实就是一个基于外点 显卡的超分辨率图像升级技术 这已是与Fidelity Super Resolution最大的不同 在AMD的规划中 FSR技术更像是一个通用算法 游戏开发商可以通过在游戏内植入FSR的算法 来让游戏支持该技术 所以当时小雷一度将其称为低配游戏党的复兴 虽然在开启最高优化档位后 画面模糊了许多 但是一些原本无法正常游玩的游戏 都可以流畅运行 从不能玩到能玩的进步 已经足以让其受到玩家的拥护 而且FSR技术甚至可以被映热在核显上 让核显党也可以一视单机游戏的乐趣 在C32022上 AMD就通过更新了 FSR技术支持后的孤岛惊魂6来展示该功能的效果 在炼制了FSR技术后 孤岛惊魂6这样一款 2021年10月才发布的3A游戏 在6800U的核显支持下 都能够提供1080P中 画质60fps的游戏体验 是的 你没看错 Wyzen7 6800U 一颗针对轻薄本市场的低压移动端处理器 当然 Wyzen7 6800U本身的核显性能也十分强大 对于RDNA两架构的加持 据悉核显的最高性能 足以媲美英伟达的GTX1050P 凭借核显的性能 就可以为我们带来最新的3A游戏游玩支持 那么跟直于YD1显卡的RSR技术又如何呢 而帧数的提升幅度 则达到了55% 而且似乎还不是RSR技术的极限 根据官方的说法 通过调整原声分辨率 玩家还可以得到更大的帧数提升 只不过代价是画质将会下降的更加严重 实际上 这一点与FSR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 根据小雷的了解 RSR对比FSR最大的改进 是不需要游戏开发商在游戏中植入相关算法 就可以直接开启 简单来说 玩家不需要苦兮兮的等待游戏厂商更新 就可以享受在游戏里 得到类似于开启了FSR技术的体验 这一点也限制了不少的玩家 FSR与RSR可以说都有着各自的限制 前者需要游戏支持 但是适配所有硬件 后者需要显卡支持 但是适配几乎所有的游戏 根据AND给出的说法 RSR技术目前首先会更新到 最新两代的YD显卡上 随后会逐步扩大支持的范围 甚至可能包括旧版的AMD显卡 届时还在用着RX580 甚至RX570的玩家 也许同样可以一试 最新3A大作流畅运行的感觉了 AMD有FSR和RSR 因为打有DLSS和NICE 在一些网友看来 这些技术的出现就像是两个 前卡厂商在自掘坟墓 因为这些技术的诞生 都是建立在让低性能的显卡 满足3A游戏这个需求之上的 以上的技术在得到更好的优化 与普及后会发生什么 虽然苹果每年仍然可以出货 数千万台iPhone 并且获得可观的收益 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 苹果庞大的iPhone用户存量的基础上的 否则其利润和出货量 都会大幅度降低 所以 虽然对于玩家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自己花的钱将变得更加保值 但是对于显卡企业来说 似乎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毕竟显卡本身就不是必需品 而且无法建立自己的用户生态 所以无法像苹果那样 保有庞大的用户群体 良心发现还是另有所图 实际上 从相关技术的推出时间 我们就能够得到答案 两大显卡厂商中 英伟达是首先推出相关技术的 也就是DLSS1.0 当时搭载在最新推出的RTX20系显卡上 并且以此为卖点开始收割市场 彼时的AND重心还在处理器领域 显卡领域刚开始发力 RX5000系列显卡 基本上是被英伟达的RTX20系显卡彻底击败 从市场份额到玩家口碑君不如对方 但是在更低价位的显卡享受更高的帧数的诱惑下 不少玩家都抛弃了GTX10系显卡 转而购买RTX20系显卡 然后随着DLSS2.0与RTX30系显卡的发布 DLSS技术证明了自己的试用性 同时也获得了玩家的认可 不少玩家更是非DLSS不买 只建议新玩家购入RTX系列显卡 对于英伟达来说 虽然短期来看 确实让部分玩家降低了更换显卡的频率 但是却从AND的手中 抢到不少的新玩家 随后 AND也拿出了FSR技术 来对抗DLSS 实际上也是无奈之举 如果AND不能拿出类似的功能 那么在未来的市场中 玩家考虑到显卡的使用寿命 绝大多数可能都会倾向于选择英伟达的显卡 即使AND将显卡价格调低 也很难对英伟达的显卡造成威胁 而价格战如果无法对竞争对手造成伤害 那么就是次向自己的独刃 所以 DLSS FSR等技术的出现 本质上来源于显卡厂商之间的市场竞争 英伟达希望能够以此吸引更多的用户加入自己 在英伟达率先亮招的情况下 AND自然是只能接招了 另一方面 从2020年开始的挖矿热潮 也促使显卡厂商加速了相关技术的研发 随着大量的玩家抱怨自己买不到显卡 显卡厂商也必然需要做出回应 增加产能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 但是通过技术手段 让玩家能够利用现有的硬件获得更好的体验 对于英伟达和AND来说还是不难的 不管怎么说 玩家始终都是两大显卡厂商的基本盘 虚拟币市场本身的不稳定性 让显卡厂商不愿意不敢放弃玩家群体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一种对玩家的安抚措施 所以 李奇说是自绝坟墓 不如说是为了保住基本盘 并且抢占竞争对手的市场 否则一览玩家流失过多 对于新市场尚未稳定的显卡厂商来说 也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而且 面对未来的ARVR等游戏映入的需求 DLSS等技术 也是必须的一环 这些网友只看到了当下 却忽略了未来 这些网友就发现了 聚纸的旁边 DLSS等技术